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白露一身闭塞青丽婉约乌黑的长发飘逸清零 4月16日 白露新剧造型释出 一身闭塞青丽婉约乌黑的长发飘逸清零 妆容淡雅 标准的古代美人 这一次的造型展示着她的多面魅力 将观众带入了一个新的古代世界 白露身穿闭塞长衫 如仙子般身披光韵 美丽迷人 仿佛走出了画卷 她乌黑的长发轻轻飘动 妆容精致 令人叹为观止 在工作中 她展现出了专业认真的态度 令人钦佩 佩戴的耳坠跟着她的动作摆动 增添了几分灵气 这次造型释出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 粉丝们纷纷表示期待新剧的播出 对白露的表现充满了期待和赞美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对她新造型的喜爱和对她演技的认可 评论区充斥着赞美之词和期待的情绪 然而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声音开始质疑 这次造型是否过于平淡 是否能够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和惊喜 一些网友认为 白露此次的造型虽然美丽 但缺乏突破性 不够与众不同 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平庸 这种争议引发了更多人 对于聚集质量和演员形象的讨论 使得话题更加热烈 与此类似的在娱乐圈并不罕见 在过去的一些剧集宣传中 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演员的造型或表现引发了争议和讨论 例如 某位知名演员在新剧造型发布后 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符合角色形象的争论 甚至有粉丝因此产生了分歧 对其演技和形象产生了怀疑 这次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他提醒了娱乐圈的相关人士 包括演员 制片方等 聚集的宣传和演员形象都需要慎重考虑 不能轻率行事 他反映了观众对于聚集品质和演员表现的高期待 观众不再满足于表面的美丽 更加注重角色的内涵和演员的演技 他也为娱乐圈带来了一次反思与警示 提醒相关人士在未来的聚集宣传中更加用心 更加注重细节和创新 以赢得观众的认可和支持 至今 关于这次是否会对白露和新剧的播出产生实质性影响 仍然存在不少疑问 一方面 观众的期待可能会让制片方更加注重剧集的质量和演员的表现 从而提升整体的制作水平 另一方面 争议的持续可能会对剧集的口碑和收视率造成一定影响 使得剧集面临更大的挑战 这次不仅影响了白露个人形象和新剧的宣传效果 也引发了对于娱乐圈宣传方式和观众期待的讨论 他提醒我们 娱乐产业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变化的行业 只有不断创新和提升自身实力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